来喝的醉醺醺的冲向路边停放的一辆白色轿车 一边拍打玻璃一边大声叫嚣 眼看车上的驾驶还是不肯下车 甚至干脆直接爬上引擎盖 坐在上面继续大吼大叫就是不让对方离开 旁边的民众纷纷上前拉住 醉害还扬言要报警 他却持续用力挣扎 几人在街边扭打在一起惊动不少住户 至起纠纷就发现1号傍晚5点多 高雄市男子区大学20街一处住宅附近 带来听一段警方说明 远景前往了解双方同为大楼住户 35岁李先生从大厅步行外出 上车后突遭大楼门外酒醉39岁 朱姓男子敲打车窗 李姓驾驶被朱姓男子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询问他想要做什么 但对方却突然情绪失控 指责他态度不佳 双方当场爆发口叫 争执的声响也引起不少住户的注意 眼看卷组无效只好赶紧报警处理 最后朱姓罪汉也被依回损及强制罪 带回派出所好好反省 这种感兴趣geben Fabian